大家好,我是可可 我是小飞 现在是晚上11点16分 我们两个刚到家 今天去密云了 去办了一件大事 算是我们今年2023年的第一件大事 也可能是今年最大的一件事 不一定,今年刚刚开始 希望有更多的可能发生 我们今天又租了一个院子 就是去年也一直在找嘛 也一直在看 就是去年看这么多院子 就是其中的一个 然后今天去签合同去了 已经签完了 去年很纠结很纠结 也很犹豫 因为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又加上疫情那些 一直没有定下来 然后这期间有半年时间 我们一直就是保持着联系那种 一直在聊这个院子 直到今天吧 然后决定把它给签下来了 对 房租什么的 也都谈下来了一部分 然后这个院子是我们看了这么多 当中比较适合我们的吧 算是一个 因为我们那边已经有一个了嘛 我们就想找一个离那个不要太远 然后就我们两个 正好一起就坚固过来了 就想做一个这样的地方 然后这个院子比现在这个要大 到时候会规划什么的 到时候再跟大家说吧 反正这个决定呢 是我们两个一起的一个目标吧 算是 不管结果怎么样 已经就是做出这一步了 就自己拼尽全力就行了 剩下的就是好与不好 我们俩都不要埋怨 也不要去预告 不能互养埋怨 对 既然决定了就 就做 来 2023 希望是一个新的开始 对